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见到白头鹰 早晨在朋友家的deck上面 大家可以看见阳光明媚 天非常的蓝 不像是有大灾的样子 于是我们今天决定按计划 继续往Harrison Mills方向开 具体能走多远谁远吧 哇 水连洞啊 日落前 我们来到了Othios前面山上的观景台 从这里可以俯视整个Othios 落日的余晖 可以呈现出一种贵立的色彩 十分的梦幻 前面轮被封住了 前面路是肯定断掉了不让过 Hello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风玩 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见到白头鹰 尽管我们从新闻里面了解到 BC省正在发生大水灾 但是从目前的经历来看 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 早晨在朋友家的deck上面 大家可以看见阳光明媚 天非常的蓝 不像是有大灾的样子 于是我们今天决定按计划 继续往Harrison Mills方向开 具体能走多远谁远吧 杜甲别墅坐落在山上 从宽大的deck上面 可以俯瞰远处的江水 和对岸的森林及雪山 乔姐在屋里面弄早饭 我在外面拍摄一些美景和大家分享 对岸山林的树梢上方 升起了娘咬清烟 在清晨的朝霞硬沉下 显得那么失意盎然 说实话 我们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 右边这个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在Cranbrook的工厂 这一路上我们经过很多的铁桥 各式各样非常有意思 干脆放在一起给大家看 这一段我们又开始在洛基山脉的 海拔比较高的盘山公路上面行驶了 路面有很多积雪 还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 上下坡多 车速相对快 大货车很多 而且不少路段在施工 所以安全特别要注意 哇水帘洞啊 路上还时不时来一群 臭热闹的大脚羊 他们真是不怕死啊 这一段风景不错 路边也不时有标志 提醒来往车辆 冬季使用雪胎 过了三口后 一路下山很爽 只是特别费刹车片 因为不想在相对简陋的 乡村加油站加油 于是干脆先用备用油 然后到前面大典的城市油站 不然再补回来 开到半路 乔姐说天上有一小段彩虹 于是我们路边停车拍一下 日落前 我们来到了 Ozios前面山上的观景台 从这里可以服侍整个Ozios 这里是拍摄日落 和夜景灯光的好地方 虽然Ozios好像就在脚下 但实际上你离它还远着呢 哎呀人都甩出去了 左转右转转到你快找不到北的时候 这Ozios就到了 进阵前路边有块旅游信息牌 画的挺有趣的 于是不免多看了两眼 对这个小镇的好感游然而生 你看一块有趣的招牌 对一个小城市得有多重要啊 这是Ozios的主街 路两边商店不少 蛮热闹的 我们在当地的一家越南餐厅订了两份外卖 全当晚餐 味道还行 司机同学 心情很好啊 刚刚吃完越南粉 我们继续往那个还是没有干 现在外面太阳下山很漂亮 这一段三号公路非常漂亮 一直在河谷中穿行 落日的余晖 可以呈现出一种桂丽的色彩 十分的梦幻 现在是下午时间4点45分 但是山里面已经是默默黑了 不算全黑吧 但也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到了Brain Seton 然后呢 前面已经被封住了 然后有知情的人就在那说前面路是肯定断掉了不让过 本来我们准备在这里过一晚 看看明天路有没有可能通 毕竟这里离哈利森米尔斯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就这么回去心有不甘啊 但是工作人员说这里已经断水很多地方还断电 前面的路已经冲垮了没几个星期修不好 真想去哈利森米尔斯可能得往下去美国绕 但是我没带护照啊 再说真去了可能也回不了加拿大因为疫情的关系 后来从网上得知那天白天 Brain Seton发大水 街上都能划船了 而且因为饮用水受到污染都没法直接饮用 必须烧开盒 镇上超市的牛奶和鸡蛋都断货了 所以我们决定只能回奥索尔斯在做打算 好在时间还不晚 当我们看见远处奥索尔斯的灯火时 紧张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下来 我们这回去拍那个拍头海雕 那真是会选时间的 选了一个加拿大可能是近几十年来 最怎么说最有意思的一个时刻 整个BC因为那个泥石流啊 跟那个Flooding很多道路都冲断了 据说温哥华都跟外界 还有其他那个内陆小城市什么都已经跟外界隔断了 我们本来要去那个Harrison Mills 结果呢我们到那个Princeton 就这个过不去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只能早说要是过夜 然后的话接下来再看Harrison Mills 能不能拍点东西 然后的话玩一下怎么样 所以明天的话我们一早去找到这边有没有白头鹰 然后的话也如果有可能的话也顺便游览一下 这个Harrison Mills 好吧我们今天就这样准备休息了 明天的话后来再见吧 别忘了看下一集哦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画面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然后打开边上的小铃铛 选择里面的All 也欢迎您点赞或者留言 谢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